歡迎來到兒童影展假日電影院 今天要導讀的是青少年電影《丑小孩俱樂部》 一起反思美丑的定義 《丑小孩俱樂部》是來自荷蘭的反烏托邦電影 背景設定在具科技感的近代未來 整座城市都是嚴肅的冷灰色調 象徵政府的旗幟卻是刺眼的鎮紅色 肅木氣氛充斥著校園、住家等各個角落 人人見面都要用特定手勢和口號 竭盡所能來打招呼 而故事主角保羅生來就有一對招風兒 因此不受某些同學歡迎 甚至感到自卑 某天他意外獲選參加校外旅遊 卻發現這一切都是邪惡總統伊西莫的計謀 打算讓醜小孩們全部消失 與此同時保羅的主播父親 卻在國家壓力之下被迫播報違心的言論 演出了不自由環境之中深刻的無奈 有所有的孤寶孩子嗎? 所有的孤寶孩子嗎? 當然,先生 保羅經歷了灰心,害怕與種種難關,逃出來後與朋友合作,在網路上串聯了求小孩俱樂部,決心要勇敢救出其他孩子。 究竟如何揭發統治者,解放社會現狀,保羅的精彩旅程等你看整片欣賞。 我必須到醫院,讓所有人都可以看到。 走。 愁小孩俱樂部,劇情涵蓋了極權統治的各個面貌,但尺度恰到好處。 透過無孔不入的宣傳來神格化統治者,公開發表逆反言論的人會被消失等等。 很明顯看出來是以希特勒時代的極權統治為藍本, 將當時對猶太人等少數族裔的歧視改寫成對醜陋的歧視, 配上緊湊節奏、刺激動作,讓本片成為娛樂性與教育意義兼具的優秀大片。 你想要把我肩膀這樣。 為了把我肩膀。 不如你肩膀,讓我排除我肩膀。 美丑从来就不该有标准 更不能有人因为不符合标准 就被迫承受压力或恶意 因为年纪小 见识少 校园中其实更容易产生 因为外表不常见 而被视为异类受到排挤的情形 所以让小朋友学习 接受人与人的差异非常重要 知道外表差异没有优劣之分 不论是天生的太际也好 后天的伤疤也好 都是各种要貌的美丽 不该被贬低或欺负 片尾曲Moy 歌名是荷兰文的美丽 歌词特别动人 说着不论什么肤色 五官 外形 我们都是平凡人 也是值得被好好对待的人 卖哏斗原本的选手 I bet you better I share my band moy I can't believe it I can't believe it I can't believe it I have a heart It is not a romantic Fore I fake is not a new complete It is my love friend I share my band I share my band 今天的儿童影展 佳日电影院就告一段路啦 任何新的感想 都欢迎一起讨论 我们下周见 bye bye 拜拜